伍 夫君 你找我 我 是求婉 求婉说米糕蒸好了 让我来喊你们 可我刚才经过厨房时 这米糕不是刚上锅蒸吗 是吗 不用在意这些细节 你怎么不穿披风就出来 成何体统 如果我就是个不成体统的夫人 你能接受吗 又来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为什么道歉啊 你 你怎么不说话 我在设身处地 感同身受地 站在你的位置上思考 思考什么呀 思考 有一个道歉的理由 你 你没事吧 哪有你这样的 道歉都不知道什么理由 定鸾告诉我的 她就这么对囚姑娘的 为何她能将这道歉之术 御用得炉火纯青 我却不想 不必动施孝萍了 那样就不像你了 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做事就好 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 夫人不会生气吗 该生气还是得生 但是 前段时间生气 也并非针对于你 是我自己有些着急了 不过我想明白了 前段时间 谢谢你包容我啊 如此最好 干什么 夫人 你干吗 你干吗 你先不要成为部长了 好在父皇已经有所好转 夫人的手很香 插花真好 手流余香 小时候我真的笨手笨脚的 可是燕儿就不同 不仅会插花 种花 什么都做得比我好 又想妹妹了 事到如今 燕儿还是身心锐望 不仅心锐望 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她 离开锐望 她这么狠心无情 燕儿若是一直留在身边 必将凶多吉少 有件事 我也曾告诉你 那日死去的刺客 我也和杜骨头查过 她叫冷风 却是锐望的人 某子看来 墓后的黑手就是 芮王 若不是妹妹对她还有感情 我真想现在就过去杀了她 明日 明日我便去找妹妹 我一定要让她快点离开芮王府 凌迟 现在想让凌晏心甘情愿地离开锐王 恐怕没那么容易 一定会有办法 我一定能让我妹妹相信我 你走了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还被既定月喂下毒药 你不必自责 也不要害怕 我定会寻遍名医 为你找到解毒之法 既定月没有立即杀我 而是喂下毒药 她并非想要我性命 定是知道我是你的软肋 想用解药威胁你 对不对 她跟你做了什么交易 告诉我 一场虔诚的灯亮 连续月让我退出楚慰之争 若我主动放弃争夺皇位 她便会给我解药 但你是南陆最优秀的皇子 是皇上最出色的儿子 你不能 江山 地位 权势 我从未在意过 不然为何住在这远离皇宫的 吴墨山庄里 为何至今都为求父皇封王 遇见你之前 何止是这皇位我不在乎 世间万物 所有人事我都不在乎 直到你来了 你让我有了感知 有了情绪 有了牵挂 你才是我这世上 最该牢牢牵住的人 可是 可是 我不忍心 你因为我了 我最在意的身份 就是你的夫君 姬丁月她威胁不到我 她想与我争夺 我大可拱手让她 此生有你 足矣 你 凌智 对不起 父皇母后 对不起 丁轮 对不起 灵树灵花 对不起 明日最后一遍 你们莫要怪我 若我日后化作天上的一颗星星 定会夜夜闪烁 等着你们来看我 别叹 别叹花月深 转身碰尘 别叹花月深 转身碰尘 这一路的确漫长 这一路的确漫长 余温显得多么拖大 你这样子还会有够的 别的事 我没看到你 你得到你 你住在你 在你身边 你得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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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定功夫梦一场 抱紧我 烟雨下 别已忘 画师还真画出了 你我眼中的那份情意 说起来吧 走 以后 你怪我恨我的时候 就看看这幅画 看看我对你的爱意 我为什么要怪你恨你啊 除非 你敢背着我红杏出琴 明日便是祭祖大典了 你早就要进宫 早点歇息吧 你确定 明日你要退出出为哲学吗 别远 贪远 贪远 我们不是早就说过吗 别害怕 这样做 是我最幸福的选择 兰儿 二皇子正是在做什么呀 死之连心 他为何面色平静啊 沐卿尘 不要 南路二皇子姬定兰 就是当年国师预言中 生来无知无感的妖孽 皇上 这孩子一定是中邪了 一定是中邪 自定兰儿 这孩子怎么回来 怎么回来 御前侍卫 快来护驾 抓住这个妖孽 扶皇后回宫 放开我 什么都别说 快扶下 对不起 这是我最后一次保护你了 快抓住这个忧逆 我卿尘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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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 我为妖孽已是临迟于母后 皆不知情 不能同罪 只有我这个妖孽 要杀要寡任您处置 押入天牢 择日处决 是 莫秦臣 放开我 放开我 我 莫秦臣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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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